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最近杠上了中国监管部门国家工商总局 双方就淘宝网卖假货的交锋可以说不断在发酵 那么受到了多方不利消息的影响 阿里巴巴的股价是大跌 主席马云也丢掉了他中国首富的头衔 到底这起假货事件会如何的发展 美国的舆论又是怎么样来看待呢 美国经济记者林峰目前正在追踪这个事件的发展 我们请林峰来介绍有关情况 林峰你好 林峰你好 林峰我们就先来看看 在中国很少见会看到这样一个民营公司公然的叫板政府的部门 到底这个事件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 这个事件非常有意思 实际上是起因是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一个 对中国电子商务电商网站的假货率的一个调查 那么从阿里巴巴的角度来看 他认为这个调查是特别的针对他们的淘宝网 因为淘宝网在中国它的规模 还有它的这个这个成交的量来说都是规模最大的 他认为这个国家工商总局这个执法不公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淘宝网本身 它的假货问题也是大家在中国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生活的人 也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那么他呢就是有几个交锋 一个就是说淘宝网的这个他的这个 其实是管理人他叫淘宝小二 他就发了一个一个公开的一个诚信 那么是公开的点名去表示对这个国家工商总局 这个网监司司长刘洪亮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批评 他就他是说他说刘司长您吹黑哨 然后您射您违规了 那么后来的话这个事件越演越烈的话 到后来是国家工商总局呢 又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了一个内部的文件 叫所谓的一个白皮书 那么把对这个淘宝网和阿里巴巴内部的情况 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说涉嫌违法等等这种情况 所以就是说这种情况非常的罕见 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很罕见是这个一个企业家 特别还是一个民营企业 能够敢公然的去挑衅这个国家的政府的一个公权力 所以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 是那么我相信在中国很多的民众也在密切关注这个事件 是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我认为这回民众的反应看起来 到目前为止看上去 这个民众似乎是站在了这个工商总局的一侧 他们是认为这个淘宝网是卖假货 是这个大家这个世人皆知的事情 就是说没有什么好争辩的 虽然说工商网站的话 它的这个方法是有问题 在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调查上面 就发出这个问卷调查 就是说有很多超过50% 大概高达73%的这个观众呢 是认为他的假货是不止一半 可能是更高 问题更加严重 在中国的网站之前 2014年做过一个调查 那么就认为就是说淘宝网的本身 假货就是多 也70%的人就是说 他的网上卖的假货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来看就是网民啊 还有就是中国普通消费者来看的话 好像是认定这个淘宝网卖假货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没有什么好争辩的 即便是工商总局的这个调研方法 有存在这个争议的话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 你确实是在卖假货的 是也很难得我们看到 中国网民站在政府的这一边 很少见这样的情况 那么最后当然我们要来关注 我们在美国 当然也知道 这个阿里巴巴在去年9月份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是风光的上市了 但现在也有很多人担心 这个假货事件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 它在美国的这个发展呢 实际上这个假货事件 在刚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还是这个舆论的关注 还主要是集中在中国国内 那么到了几天以后的话 马上升级 现在因为是工商总局 抛出了这个所谓的白皮书 一下让这个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媒体给予了 特别大的关注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关注 因为工商总局就是说 它早在7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深知阿里巴巴 它涉嫌很多的内部管理问题 监管问题 还有就是说 有点纵容这个 不法商家在通过淘宝网 去卖这个假货 那么他们说 当时正好是赶上这个7月份 阿里巴巴要在美国上市 所以呢 为了不给阿里巴巴找麻烦 不给他的公司上市的话 增加麻烦 所以就是把这个文件 是内部处理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纠纷升级的话 这个工商总局 才把这个事件公布于众 这样的话 就让美国的这个投资人 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舆论 就认为 阿里巴巴有涉嫌的 就是说掩盖事实 因为美国的监管法律 特别是这个上市公司的监管法律 对公开信息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 界定和非常非常严格的管理 那么现在有很多 据说是有五大这个律师事务所 都在征集这个投资人 也就是阿里巴巴持股人的 这个投资人的这个信息 来可能会发起这个集体诉讼 那么这个集体诉讼 一旦如果要是说 走上正常的司法程序的话 对阿里巴巴和马云本身 都是非常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 我们都知道 中国在过去的话 有很多这个所谓的中国概念股 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就遭遇了这种危机 导致他们要么是撤市 离开美国这个资本市场 要么就是私下和解 要赔很多很多的钱 好的 那我们也要持续来关注 这个阿里巴巴要怎么样来解决 这些即将来临的挑战 是的 我们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谢谢林峰的报道 有关于阿里巴巴的相关消息 在我们的中文网上 还有更多林峰所做的报道 也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发表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